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是鄭盛源 我是漢高台灣漢高的業務 然後我今天很開心來跟大家講一下 螺絲膠的一些常見的問題 然後我大概先講一下 螺絲膠事實上是豔養膠的一種 所以我們等一下講的內容 很多會跟豔養這個主題是有關係的 那我先講一下 大家很常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怎麼判斷我的螺絲膠是不是有感 其實在市場的使用上呢 螺絲膠有快速、中速跟慢速的兩種 但是一般來說經過24小時它就會乾 可是最常見的判斷方式就是 你上去扭台去扭 扭完之後呢 我這邊有一個我扭開的螺絲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左邊這邊是綠色的膠 它這邊就是 沒有固化 然後這邊我扭開的地方 它比較白 白色的 你如果是紅膠的話 它會是偏粉紅色的 然後它會是變成是一個粉末狀 它會掉下來 如果是白色的這種粉末狀了之後 它就是表示它的膠是有固化的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判斷 大家在現場在始作的時候 可以做來做一個測試的方式 然後 我們既然談到了膠有沒有乾 那就是 膠如果沒有乾的時候 它到底是什麼可能問題 其實最常見的就是這個 我們市面上買的螺絲 它有些很大的 或者是它加工的時候 它不是很精密 為了它大量生產 它的刀輪啊什麼那些 它不會很精密的去生產 所以它間隙很大 間隙很大 像這樣 大家可以聽到聲音 我剛有提告 螺絲膠它本身是一個驗氧膠 驗氧膠就在 沒有氧的時候 它才開始固化 間隙很大 氧氣就進不去 間隙很大氧氣就進不去 所以它就不會當一個驗氧的狀況 所以不會是一個固化的情形 然後第二個呢 第二個我遇過的一個狀況就是 客戶他用的一個弓箭是一個很薄的 大概3mm的厚度 然後挖一個孔 螺絲孔 然後乘螺絲進去 它還反應到 螺絲不會固化 原因就是因為它很薄 它大概只有兩芽左右 所以氧氣還是會進到膠的部分 這部分就是大家在實作的時候要注意到這個 然後這兩個方法呢 其實我們漢膠都有方法可以配 我們可以提供加速劑 去讓膠去做固化 如果有進一步需要可以跟我們漢膠聯絡 那第3種狀況呢 就是 它的 那個它是惰性的金屬 惰性金屬怎麼判斷 給大家一個比較 基本的方法就是 它不太會生鏽的 你看不到它生鏽的 它就是惰性金屬 像 不鏽鋼 它不會生鏽 它惰性金屬 像鋁合金 它表面也不會生鏽 渡心 渡念 這些 你看到不太會生鏽的東西 它就會渡金金屬 所以在使用螺絲膠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特別選用我們 針對惰性金屬使用的螺絲膠 來做使用 然後 以上的這幾個部分 你遇到的螺絲膠不會乾 都可以找我們漢膠來做協助 我們要 針對 惰性金屬的 或針對縫隙大的使用 加速劑來做使用 好 那我這邊來進入到第3個 大家很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怎麼判斷乾 不會乾怎麼辦 第三就是 它乾了 可是它強度很差 我們知道膠水 它是一個膠水 它具兩個東西的載體 可是上面如果有油污的時候 它的膠是沒辦法做密拙的 所以各位在 弓箭的清潔上要很注意 但我知道這部分是很困難 就是沒有切削液 防鏽油 這些都需要克服 所以 有一些客人在清潔的時候 會使用就是一個叫做 去製油 我特別要注意就是去製油的部分 因為去製油它是一個很籠統的簡稱 可以去掉無油污的就叫去製油 我可能可以拿一個 油類的東西也可以清掉油 跟它清完之後表層會生 摸起來就油油的 在這種狀況下 螺絲膠就可能 沒辦法固著 所以它乾了 跟它強度很差 真的讓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你手去摸對不對 比如這樣子 洗完之後手去摸 要澀澀的 的狀況才是OK的 下一個就是 我這邊有展示這隻膠 就是 低強度 中強度 中高強度 高強度 這個是我們 最低強度的一個螺絲膠 它的分層現象就很明顯 可以等一下看一下 可以看到底下是有點偏白紫色的 然後上面會是一個比較深的紫色 然後事實上呢 在其他的膠的部分也可以看得到 像這個是中強度的 也可以看得到 只是它不是那麼明顯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另外兩個桌子都不拿起來 因為我自己若也在這邊看不到 但是實際上呢 它在現實的狀況的時候 它一定會分層 會分層 所以這部分大家使用 一定要很特別注意 然後 我要注意就是 因為大家買的 都會買這種 200克大包裝 它單價相對便宜一點 可是大家一定放在倉庫裡面 放很久很久 一個月 半個月之後再開 再使用 甚至把它分裝到小瓶去的時候 你可能就只分裝到上面那一層 或者是分裝下面那一層 所以就會照樣你 弱絲膠的表現 很不穩定 有時候很好 有時候很差 這部分要注意 然後跟大家教一下怎麼使用 就是 你只要拿起來 分裝前或使用前 搖一搖 包含你是分裝瓶 小瓶的都是一樣 這部分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 以上這三點呢 就是我分享給大家的內容 然後如果大家對我們內容感覺很棒很不錯 請訂閱我們頻道 也可以分享給其他朋友 以上謝謝 謝謝